宣誓人宣誓 请宣誓人面对国旗及国库一项 举右手宣读誓词 誓词于事已制成 恪遵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忘费公帑 不滥用人员 不淫私舞弊 不受受贿赂 如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警示宣誓人 台南市市长黄伟哲 中华民国 107年12月25日 请宣誓人向监誓人递交示指 请大家再度掌声恭贺 我们的黄市长 谢谢 监视人及宣誓人请副位 交接应信 本请尖交人就位 恭请陈美龙政务委员就监交人位置 现任市长就位 恭请李孟燕代理市长就位 新任市长就位 恭请黄卫哲市长就位 交接应讯 现场的教宾再度掌声恭贺 谢谢我们黄伟哲市长 同时也要谢谢我们李孟燕代理市长 当然也要谢谢今天的尖交人 我们陈美龙政务委员 谢谢 请监秋人现任市长 以及新任市长请附位 机关首长宣誓 门请监视人就位 恭请黄伟哲市长就监视人位置 宣誓人就位 恭请徐玉典副市长 王实司副市长 法治处陈月端处长 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刘怡玲处长 民族事务委员会 汪志明主任委员 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赵清惠主任委员 民政局闫正彪局长 教育局郑新辉局长 农业局李朝堂局长 观光旅游局陈信安局长 公务局苏金安局长 水利局李贤益局长 社会局黄志忠局长 劳工局王新基局长 地政局陈淑美局长 都市发展局庄德良局长 文化局叶哲三局长 交通局林延成局长 卫生局陈宜局长 环境保护局林渊崇局长 相方局李明峰局长 财政税务局陈柏成局长 宣誓人宣誓 请宣誓人举起用手宣读事实 请宣读 宣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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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沿水区 我们Jurini 魏英昆里长代表 我们沿水区 来接受我们沿水里长的荡水指出 第二期 白河区 我们前几列旅 黄峰市里长代表 请柳营区中成岭 黄天河里长 我们请后壁区 请场馆树林 廖春旗里长代表 东山区请青山里 李政才里长代表 麻豆区 我们请东小李 林昭伟里长代表 下营区请毛营林 冯潮义里长代表 六甲军 我们请贾兰里 刘国贤里长代表 关田区请东西庄里 吴汉荣 里长代表 大六区 我们请曲西林 杨春宝里长代表 家里区请海城里 谢文斌里长代表 门家里区 我们请海城里 谢文斌里长代表 门学甲军 新大礼 我们请陈敏兰里长代表 西港区请港东里 方郭秀云里长代表 我们七谷区 我们请七谷里 黄敏兰里长代表 将军区请将军里 吴汝义里长代表 北门学甲军区请北门区请北门区请宝吉里 黄敏兰里长代表 上华区我们请文昌里 李立仙里长代表 北门学甲军区请新市区请新河里 李不文里长代表 安定区请安定区请中沙里 黄敏兰里的黄敏兰里长代表 南华区我们请南华里 余俊輝里長代表 左鎮區請成山里 慕鴻南里長代表 仁德區我們請保安理 顏蓉成里長代表 請 維仁區請新鎖立 林文斌里長代表 光廟區我們請吳家里 蔡民生里長代表 請 隆七區請大評理 余文生里長代表 永康區我們請東橋里 陳振安里長代表 東區請大學里 許俊雄里長代表 南區我們請文安里 陳清泉里長代表 北區請 南區我們請文安里 陳清泉里長代表 南區我們請文安里 北區請 南區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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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區請金城里 黃俊策里長代表 中西區我們請副前里 蔡忠明里長代表 謝謝 再度用熱烈掌聲 恭喜我們所有新任當選的所有里長 也請我們里長請坐 同時也請我們的市長回座 監視人致辭 恭喜行政院陳美玲政務委員致辭 我們掌聲歡迎陳政務委員為我們致辭 謝謝 新任的黃偉哲市長 新任的李孟彥代理市長 各位台南的老闆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今天代表行政院來參加大台南市 第三任的市長就一個定例 我在這裡非常高興 其實我也有點不激動 一空一空年的今天 我們在這裡是永華市政中心的日落的中庭 我同樣見證了大台南合併以後 第一任的市長的就職 也就是賴清德市長 我也很高興 因為我也是市府團隊的一份主 時間過得很快 八年的時間 十一個就過去了 今天又來到這裡 其實有很多的記憶 有很多的經驗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還記得我到剛才台南的當初 每天上班 經過我們西來亞廣場旁邊的 新撒卡里巴 一個已經閒置 或者說已經沒落 將近二十年的商場 也延宕了 我們兩個學校 將近十年時間的簽校 非常感謝那當初 將近五百的攤商 雖然它也有空間 但是最後是跟市府合作 把這個商場讓得出來 讓我們的新南國小 和金城國中 可以很順利地在這裡簽建完成 這兩間這麼漂亮的學校 讓我們安平的小朋友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來搭乘 還有今天過去 就是我們的海岸路的地下停車場 那也是一個歷史的乘客 我們舊上很順利 很快地有人來投標 而且順利地經營停車場 讓我們的海岸路的商圈 我們可以有很好的停車場 商圈可以回復以前很熱鬧的場景 商家的生意也回來了 現在的海岸路商圈 是觀光客來到台南必定要去的地點 不僅這樣 我們也讓很多年輕人 他們要來台南移居 所以就是我們海岸路的老家 讓他們才的 讓他們才的keep in 為了要向中西区重建 一個跨區的區段徵收 很不容易的讓行政院來搭乘 也就是把我們的運河新轉 跟我們現在的中國城這一邊 可以做一個跨域的區段徵收 未來我們知道中國城 騎途後 我們就可以為中間路透過運河 看到我們安平的夕陽 這是很多人的記憶 我相信未來台南市的龍脈 會因為這樣而重回它的風華 我們還要走到安南區 安南區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老市長想住人了 我們先做了一個叫做山海郡綠道 沿著嘉南大郡 打造一條從台江內海 一直可以通到烏山頭的很好的步道 跟腳踏車道 這一條山海郡綠道 現在已經是全國 大家的官司 都會來取經 來合適的一個很好的建設 安南區很嚴重 但是過去大家的努力 暗南區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的飲水了 而且我們的本原料也好 好多的河川現在都變得很漂亮 台江文化中心也即將要完成 我們再往北走一點 來到南港 台積電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5奈米廠已經即將建廠完成 3奈米的廠在前一個禮拜 它的環境差異分析 環保數也通過了 翌年就開始當天 以後 大家看到台積電 就看到台南 台南有世界 大家都在注目的這個焦點 它就帶動 我們舊邊 新市 鮮花 安定 甚至還可以再擴大到其他區的整個的發展 中台南起來了 北台南呢 2191平方公里的大台南市 為了讓大家能夠有很好的公共運輸 我們打造了三重三橫的道路 快速道路 加上我們的公車捷運化 幹線公車 支線公車 所以現在台南市 為2點1點1點的時間 就一定會到 所以 鹽水 越丁港的燈結 已經打出了它的品牌 大家也知道 外丁港的燈結 是全國所有燈結裡面 最值得來一看的地方 鹽水 我們也把風華再現 把過去的米雷又找到回來了 所以現在南安平 北 鹽水 我相信 這個都是吸引光光很好的地方 再往北走一點新娘 你屬分區 現在可以讓市民很好的休閒的環境 再往北 我們的厚壁 我們的東山 我們的白河 有非常非常好的物產 這些物產 不僅是可以讓我們的農民 讓我們在地 可以有好的收入 更可以打造 讓台灣全國都可以看到 台南的物產的豐富 現在這三個區 也讓行政員 改選 我們要做地方創生 跨區的一個典範的區域 也不僅是我們這三個區 其實我們關電 我們的林殼炭的產業 在地方的努力之下 現在也很多人要來取經 要來合攝 去到山上 自來水博物館 還有山上的花園 我都希望大家有時間 可以去走一下 回來到擁空 我們知道炮笑的遷移 在2010年之前 其實已經延宕了16年 卡住了沒有辦法去推動 市府團隊克服了所有的困難 讓炮笑遷移開始啟動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 我們的市立總圖書館 可以在這個地方興建 以上頂點 只是跟大家說 過去大台南合併之後 其實大家區 我們都有去跟它關照到 大家區 我們都希望可以有好的發展 除了這些硬體的建設之外 過去八年 我們也面對過天然災害 風胎 水災 爹湯 情流感 恩格熱 但是市府團隊 都勇敢面對 勿實的解決問題 讓市民的健康 市民的財產 可以受到好的保障 這些不管是有形的建設 還是無形的成績 都可以在今天這個時刻 順利的交接給我們黃偉澤市長 值得一提的是 在賴清德市長的治理之下 他用用人為財 向市民負責 青年情政 傳承創新 作為核心的價值跟施政的理念 今天 我可以很驕傲的說 在這樣的施政價值跟核心理念之下 台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貴體被當 我們沒有重大的風紀事件 甚至 我們科長級以上的同仁 沒有一個涉案 台南市的公務員員 走出去是有風的 走出去是會受到尊重的 我們希望這樣的價值跟理念 一定要留在台南市 最後我想給黃市長 三個期待 也是三個拜託 第一 我希望黃市長 可以逛季選舉 更不要去想 四年後的連任 此時此刻起 心中 只有我們 台南市民 只有我們 台南市的發展 只有無私 無我 才能夠創造 大台南的榮鏡 第二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的 選舉跟治理是完全不一樣的 市政是專業的 除了依法行政 我們當然也要貼近民意 我們要了解民意的所需 要替我們的主人解決問題 尊重專業 體制 更要有同理心 千萬不要三前顧後 千萬不要受到不好的影響 讓專業沒有辦法突出 第三個 我希望黃市長 能夠在賴市長所建立的 八年的既有的基礎上 用堆疊的方式 用開支善業的方式 來與時激進 讓台南更進步 讓台南更發展 可以滾動檢討 當然 我們要好還要更好 但是 一定要讓體制穩固 讓價值能夠永存 這是我對黃市長的期待 也是對黃市長的拜託 我知道他的競選標語是 要做得更好 要過得更好 所以此刻起 請市府團隊 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們也期待 能夠讓台南市民過得更好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我們陳美林政務委員 您的支持您的鼓勵 讓我們做得更好 會做得更好 非常謝謝您 接著接下來請 謝任市長致指 恭請李孟宴代理市長致辭 掌聲歡迎李孟宴代理市長 謝謝 黃市長 我們尖交人陳主委 還有市長夫人 還有今天 我們就任市府團隊 還有各位里長 各位與會的貴賓 各位記者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首先 要恭喜 黃市長 還有新任的市府 堅強的團隊 今天 承擔 這樣的一個重任 今天 來宣誓 就職 那我們 剛剛 聽到 陳主委 在尖交 跟大家致辭 可以說是 是對台南的市政 如數佳珍 而且 對每一塊土地 每一寸土地 都了弱指掌 而且呢 充滿了感情 我們要感謝他 過去 在擔任秘書長 五年的時間 對台南市的付出 對台南市的 關心 很感情 我們是不是一起 用熱烈的掌聲 來謝謝 陳主委 那我們也看到 陳主委所提到的 我們過去這八年 所做的 所施政的 寒瓜各區 寒瓜 經濟 文化 觀光 教育 等各領域 的建設 跟軟體的 一些制度 那麼 我想 這邊 我就不在的贅述 但是我有 幾點的補充 我們也覺得 過去 賴市長 上任的時候 就接諸 兩個原則 施政的目標 一個是 清廉勤政 傳承創新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台語 說的 十方法大 翻譯成國語 就是民以實微天 也就是說 照顧民生 照顧人民的 這個安居樂業的需求 才是施政的王道 那這幾年 我們確實是在 在經濟的成長 在經濟的建設方面 有非常多的琢磨 包括 開闢新的科技工業區 招商引資 增加就業機會 那麼 降低這個失業率 還有包括觀光的促進 成長 我想這些部分 都是市府 過去團隊 非常的努力 也投入相當的建設 那另外 在清廉勤政方面 我們也堅守 這個財政紀律 所以合併支出 我們的債務 有將近一千零七億 在當時縣市合併的時候 甚至合併支出 連薪水 跟過年年底 要發出輕鬆的工程款 都差點發不出來 都要靠調度等等 那這幾年 雖然建設 大步邁進 但是 債務並沒有增加 反而還還了兩百億 這樣的一個債務 那麼 所以我想這是堅守財政紀律 一個重要的一個成果 那另外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也堅持以坦誠 誠懇 來面對各項的檢驗 所以以警察局為例 那麼在面對治安的各項數據 不美化數據 不造假數據 不吃案 所以這幾年 反而市民給我們很大的支持跟肯定 那麼我們連續二十三劑 在警政署的這個民意調查裡面 治安滿意度都居六都第一名 那我想這是市民 給大家的最大的一個榮譽跟肯定 那另外剛剛陳主委也有提到 在清聯方面 我想市府這幾年 每一個長官每一個首長 都兢兢業業在努力 那我們也確實 在科長以上 都沒有任何的廉政風紀等等的問題 我想這也是值得 大家來對市府團隊表達敬意 那我也特別要感謝議會 還有今天各位顧問各位貴賓 對市政的支持 那才能夠一路走來 我們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到給市民相關的一個成果 那最後我也要祝福也跟期許我們黃市長 以及所率領的市府團隊 我想能夠珍惜市民的託付 然後傾聽民意 堅持價值 開創新局 我想用這四句話 來祝福市府的 黃市長所率領的新的團隊 能夠虎虎生風 那麼帶領台南市走向另外更一個高峰 那麼祝市政蒼龍 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也祝今天各位與會的貴賓 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我們新任市長 李孟宴代理市長的支持 李孟宴代理市長 帶你一年多的時間 真的辛苦了 是不是再度掌聲 謝謝李孟宴代理市長 記得請新任市長就職演說 恭請黃偉哲市長致辭 請大家用熱熱掌聲 歡迎我們黃偉哲市長 謝謝 各位李市長 各位貴賓 各位市府的團隊的夥伴 以及各位長官 所有我最敬愛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剛才陳諸委 致辭的時候有提到了 要貼近民意 我現在傾聽各位的民意 一定覺得好熱喔 所以我想等一下的講話 一定要符合各位的需求 跟期待 首先我要感謝市民朋友 用選票投出了新的市政方向 也選擇美哲和我的團隊 因此我一定要珍惜所托 我們的團隊也會全力以赴 為了讓市民過得更好 市府團隊就要做得更好 所以 各位市府的同仁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要上井發條 開始上工了 面對市民的因因期待 新的市政府 沒有蜜月期 也沒有磨合期 今天不僅是就職典禮 更重要的是我們啟動市政的第一天 我也希望 新的市政團隊 能夠延續 疼惜鄉土 苦民所苦 革除官僚席氣 更加深化 市民的信任 的一個市政理念 台南是我們的故鄉 也是台灣文化的首都 作為台南市府的團隊 我們要 讓市民感到更幸福 感到更安全 感到更光榮 所以 韋哲要和市府團隊 守護文化 守護環境 守護市民 讓台南人以故鄉為榮 讓市府團隊 為故鄉打拼 稍後 我將簽署上任後的第一份公文 這些要求經濟部工業局 停止展延 龍騎垃圾野埋場 的開發案 市府團隊 也會窮盡一切手段 保護越世界這樣的世界級自然景觀 此外 我們也了解 市府在負稅上的負擔 市府團隊 將在財政 健全的前提下 著手規劃 清正減稅的方案 希望 能夠減輕市民的負擔 活絡地方的經濟 我要向市民報告 市府團隊 一定要說實話 做實事 對於市民的承諾 我們要努力實踐 我們選前勾勒的五大願景 將來 將成為市政團隊的 市政主軸 讓大台南市 在文化首府上的基礎上 打造能夠讓 國瑜返鄉的產經重鎮 同時 我們也要對外 引入技術與人才 將台南轉型成為 南台灣的智慧新都 對內要透過創生成鄉 扶老稀幼 讓台南也是市民的希望家園 在我心中 市政推動就像一列火車 只有前進的空間 沒有後退的餘地 韋哲作為市長 今天起 將點燃市政列車的引擎 從今而後 市府團隊只有前進 只有衝刺 沒有到站就不會停下 我也請各位市民朋友 繼續監督 繼續關注 市民的每一個意見 都是市政列車前進的推力 市府團隊 也將努力不懈 持續向前 謝謝各位 掌聲給我們 黃市長做最大的鼓勵跟支持 同時又再度用熱的掌聲 來細節所有今天與會的各位嘉賓 我們今天的就職典禮 到此告一個段落 立正